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如何處理電鑽軸心偏移的問題 導致你鎖螺絲的時候會歪一邊 我又利用最簡單的材料 將這支電鑽修正到精準的位置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囉 首先我們來看這支電鑽有什麼問題 這支電鑽是我在板橋車站的一間mini soul的店買的 這支電鑽很便宜 一支499 我是拿來修理我們家裡的簡單的家庭五金 還有一些椅子阿螺絲阿就是用這個鎖 可是我在鎖的時候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按在鎖螺絲的時候 我在旋轉這支電鑽的時候 它會偏移 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你們注意看這一條 這一個螺絲 這一個螺絲 這一個螺絲起子這個位置 它沒有很正 你看喔 我按一下電源 有沒有 非常晃 所以喔 你們要鎖的時候 就要變成手要配合這一個 這一個螺絲 起子去對準這一個螺絲孔 可是這樣子做事又很困擾 你有時候你要對準這個點 你這樣子晃晃晃晃晃 變成你鎖的螺絲變歪歪的 或是你要鑽的孔歪邊 這樣子也不行阿 後來想說是不是 這一支電動起子有問題 我也把它拆開來看 後來也發現它的 它的東西都有固定 的很完整 所以我也把它安裝回去 然後再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是不是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東西 讓它固定 固定到 固定這一個位置 讓它不要這樣左右晃左右晃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它是這個地方在晃 所以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 利用那個 滑溪 然後我到那個 家庭五金去找 花了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滑溪 我也不知道它就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它的厚度多少 我也是 就是拿 拿我這支 那個電動起子去合 然後沒有想到去 合到一個我 OK的位置 我就把它找到 哇太棒了 就把它鎖起來 讓它對上去 然後讓它 讓這個軸心 讓它穩定 你看有沒有辦法比較 比較不晃 然後我就買一包 一包 裡面有十個 我好像十五塊錢 非常便宜 然後我就買一些來練習 然後我裝下去說 欸可以喔 這個 大概放了 大概三個 三個 三個 就可以 把這個 固定頭 的位置 讓它 加強一些 讓它固定一下 好 啊我想要說 這要怎麼連呢 我就想說 啊我還有一個 熱銅 熱銅槍好久沒有 在用 我就拿來試試看 然後我現在順便試試看 如果 把這個固定起來 看看它效果如何 好先把它固定上去 讓它連一些膠上去 好順著這個圍 順著這個圍 順著這一個 平滑絲 然後 沿著這上面 連繞一圈絲 看看 這樣子做 順著 慢慢繞 把這一個 這三片華絲把它黏到 這一支電動旗子上面 好想說 幫它結構 讓它固定一下 加長 加強一下固定 看它穩定度 會不會比較好 這樣子 晃 不是辦法 我想說這支 已經用了三個月了 都是有這種問題 試試看 這樣子把它黏上去 有那個 華絲把它固定好 大概是這樣子 順著這樣子 黏吧 把這個外圍跟 這個外圍跟 這個 華絲跟 黏在 電動旗子上面 好黏好一圈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先把 這個先放在旁邊 這電動旗子已經 讓我們加工 把華絲黏上去 看它的走心 會不會比較穩定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對準這一條 直線看看 我來試轉看看 有有有 有比較好一點 還是很晃 可是比剛剛好一點 剛剛是這樣子 大概一格 一格的幅度 你這樣子鎖螺絲就 非常難鎖 這樣晃晃晃晃 這樣沒有辦法鎖 我把軸心已經 加華絲固定以後 已經比較穩了 這樣子 大概一點點 大概剩下半格 半格的晃度 可是這樣子 下去不是辦法 後來我想到一招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有公差 上面有一點公差 你看它這樣子 就其實有一點晃 我拉近一點 你們注意看 它這邊有沒有 其實有一點 縫隙 有縫隙 它在旋轉的時候 就會產生 很大的偏差 這邊 下面一點點偏 上面就會偏很大 就跟好像 房子大樓有沒有 你如果 一樓只有搖一點點 可是30樓的時候 都會搖很大 這一樣的道理 這邊就會要 你下面只有 就晃一點點 可是上面會晃很大 而且這一個設計是 它又是兩截的 它這邊 它的原廠設計是兩截 這邊又 又有縫 又有縫 這個縫的話 又有公差 兩個公差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公差 所以我想到 一個方法 盡量 我就去五金行 它也有賣這個 螺絲旗子的那個棒子 我就拿 拿來買了一隻 大概這個大概40塊 給它插上去看看 它因為它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誤差剩下這一 這個 上面的 這個誤差我們已經處理掉 剩下這一個 公差利用這個 華絲固定好 固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試試看 這樣子 我們去對這個 白線 我們再來試試看 旋轉 好 有沒有 非常直的 我把它對齊這一點 你們看這一個 螺絲旗子的 右邊這條線 有沒有 已經比較正常了 這樣子我們的 那個電動旗子 的 這種偏移的問題 就被我處理掉了 阿 只要花 這一個 華絲大概15塊錢 然後還有 這支螺絲棒40塊 大概 55塊錢的 的材料費就可以 處理掉 這一個 軸心偏移的問題 阿再來我要介紹這支 這支電動旗子的規格 這支電動旗子的規格 在這邊 阿你們如果要喜歡這種 電動旗子 這上面有 我粉紅色有畫 的話 它這一個是 最 MAX TORRY 這一個是 最大扭力 最大扭力 它有7 7牛頓的 它62的 IMLBS 這一個東西 一般來講 這個7扭力的話 你拿來 鑽 鎖那個 木頭的 家裡比如說 像我的 椅子常常 好像會晃有沒有 拿來固定 拿來鎖 椅子都沒有問題 好我拿 把 攝影機移到 椅子這邊 好像我這椅子有沒有 這邊做久了 它這邊會晃 這邊會晃 阿我就用那個 剛剛那一支 電動旗子 幫它加強 L型 固定 就用那個螺絲 就直接鎖上去 阿它力氣 它的扭力是夠的 7扭力是 絕對沒有問題 好 加強之後 我的椅子就 就很穩穩的 我原本想說 這張椅子 已經做好久 想要換掉 阿剛好 這時候 有用到這個東西 就 把這個 順便把那個椅子的 會搖晃的問題 也順便處理掉 好 好 感謝各位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 請到 右下角按下訂閱 按讚 感謝 你們的收看